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2013年9月27日 一则新闻报道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这篇名为高副帅研究生为入狱打劫超市一文 一经报道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许多媒体争相转载 一时间研究生为入狱抢劫超市的话题 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 那么这个研究生为什么会为了进监狱 而选择抢劫的犯罪道路呢 报道中称高某24岁 是成都一所名校的再度研究生 高某家境殷实 从小就不缺钱花 就是这样一个在家人眼中成绩优秀 衣食无忧的孩子 谁都没有想到他会持刀抢劫了一家超市 正常的交易付钱 中称已经打开抽屉以后 然后他的刀在这个手上 很小露了一点尖出来 平常我们看监控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到 事发当天 两位超市女店员被吓得惊慌失措 一位店员向高某提出 要拿出自己的两百元钱给高某 却被高某拒绝 打开收银机 反反复复开的收银机 开不开嘛 开不开 因为因为我们这个是 他就让收银员打开 这样收银员就没有 他说我们这里边也没钱 他说这个钥匙我们没有 在我们店里面 没能打开超市的收银机 细细败坏的高某 抢走了香烟柜台上大量的高档香烟 和柜台上少量的现金 之后高某迅速逃离事发现场 此时惊魂未定的两位女店员 才响起来打电话报警 案发当天 我们接到那个110指挥中心的指令 说发了抢劫案 然后我们就赶到现场 经过对现场超市的工作人员的询问 反映出那个嫌疑人的大概体谋特征 根据事发超市电源的描述 通过对超市监控录像的比对 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高某的外貌特征 就在警方对事发超市进行进一步的现场勘察时 突然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警察看厂现场之后都发现有一个 就是他当时协议人遗留下来 有一个他的票据 发现商店的地上 有一张宾馆的住宿押金单 我们根据押金单的所提供的酒店名称 我们到了酒店 也提供了酒店的监控录像 通过对比酒店监控录像 警方发现 该住宿押金单上开房人员高某的外贸特征 和超市电源所提供的犯罪嫌疑人外贸特征 基本相符 最后警方又找来了受害人超市电源进行辨认 确认高某为超市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 所以我们锁定了这个住宿押金单上的这个高某 就是这件这件鞋案件 然后我们马上赶到高某所住的房间 房间里面没人 犯罪嫌疑人高某并不在房间 房间里也没有找到高某抢劫超市后的财物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警方一方面在宾馆蹲点守候 另一方面对犯罪嫌疑人高某的身份展开调查 当时我们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也觉得不可理解 为什么他首先他给我们的感觉 他是一个怎么说应该是一个人才吧 研究生 据警方了解高某目前正在成都某高校攻读研究生 那么一个研究生为什么会去打劫超市 正当办案人员有些疑惑的时候 突然传来了犯罪嫌疑人高某的消息 这个时候我们接到了高新西区派所电话 说本案的犯罪嫌疑人高某已经在高新西区派所 突然指出 当时他在手上他说指导他去抢劫了 当时我们也觉得抢劫这个事情在刑事犯罪里面 算是恶行犯罪 因为当时来的时候感觉神经确实还是比较落寞 就是对自己犯下了那个罪行呢 他也是公认不讳 犯罪嫌疑人高某的突然自首 让案情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警方分析 如果说高某本身要投案自首的话 应该在案发后直接到派出所 但是他经过一段时间才来自首 高某应该是经过思想上的斗争 面对警方的讯问 高某说出了他抢劫的动机 就是他说的就是他自己将一张住宿的一个住宿单留在了现场 因为他所描述的动机感觉就是说是他就是故意来做这个事情 故意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为了摆脱来自家庭方面的压力 高某对于自己犯罪动机的描述 让警方更加疑惑不解 事实如果真的像高某所说的那样 仅仅是为了摆脱家庭方面的压力 故意去抢劫的 那么他的家庭到底给了他什么样的压力 才导致他变成现在这样 感觉不像是他所说的这样 因为这个只是他的一面知识 他是回到了自己的学校 然后在经过思考之后来的突然之中 这个因为是跟他现场遗留下 工业机外能够找到他的分析物证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犯罪嫌疑人高某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 但是高某的犯罪动机和目的在警方看来都难以理解 一个拥有研究生学历的高知识分子 父母究竟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压力 迫使他选择了抢劫入狱来逃避呢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十二 我是圆圆 一个名校的在读研究生 家里呢又家境殷实不缺钱花 他竟然拿着刀去抢劫超市 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那再一说这作案动机呢 更加让人不可思议了 他说呢 他就是想早点进监狱 摆脱父母的控制 他的父母有这么可怕吗 我们接着来看 记者来到了成都市看守所 见到的为了入狱抢劫超市的犯罪行人高某 你当时犯了这个事之后 你心里害怕过来吗 也不是害怕 因为之前想过这个问题 怎么想 就是说之前考虑的后果 他就之前要律师嘛 如果抢劫 自首 会判多长时间 他怎么说呢 是不是三年 高某说 他在作案后 曾经在网上咨询过律师 律师告诉他 抢劫是重罪 有可能会判三年 权衡立毙后 他才决定 去自首来减轻刑罚 为了达到让自己尽快坐牢的目的 作案时 他也把证据 故意遗留在现场 厌制条算了有你名字是吧 对 你是故意放了 对 高某说 他之所以会把住宿押金单 故意遗留在现场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希望警方能快点找到他 将他尽快抓起来 这样他就可以摆脱父母 面对我们的镜头 犯罪嫌疑人高某 每当说起自己的父母 情绪都显得异常激动 高某说 自己之所以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他的父母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高某告诉记者 除了除了来自父母的压力 让他感到痛恨之外 在他心里最耿耿于怀的 就是考研时的一次在北京就诊的经历 考研期间的就诊经历 让高某与父母之间产生的力痕 他暗自下决心 一定要考上北京以外的学校 争取早日脱离父母 寻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2011年高某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成都某高校 成了一名研究生 他自己能力 他自己努力 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这是你考研究生最大的动力吗 对 就是说我想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 然后你就很容易地学习 然后研究上 是 高某说 以前他跟研究生同学的关系 其实相处得挺好的 就是因为父母老跟同学们说 他是神经病 并且告诉他身边的人要小心一点 以前高某身边关系不错的同学 便一个个都远离他 更让高某接受不了的是 自己在上研究生期间 父母还曾经派人监视他 高某告诉记者 他虽然在成都上学 但是 他的一举一动 已经被身在北京的父母盯上了 自己没有一点个人空间 父母的监视已经干扰到他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你在学校 让同学监视你 然后有人为了往上爬 就背后跟别人说 然后最后就孤定你 最后就没人理你 那其他人怎么理你 就知道动静 然后挪椅子 然后后来我报警了 我去找警察 我说有人监视我 然后那应该我休息 能不能解决 高某说 跟同学的矛盾 让他在宿舍也待不下去了 为了能够摆脱在学校尴尬的处境 高某在言二时 向学校提出申请 要求在学校外自己租房子生活 在学校老师 高某 以及家长的协调下 学校同意高某去校外居住 可这一切 并没有真正解决根本的问题 高某说 从学校搬出来后 他依然没有摆脱父母的监视 楼上住户每天的干扰 让他的神经面临崩溃的边缘 他怎么也想不通 父母为什么会这么对他 想想以前 他对父母还是比较关心的 他至今想不通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出你以后 你打算什么 是给你问这个关系 我不想想这个问题 没想过 不是 我一想这个事 我情绪不太有问题 所以索性就不行 如果就是说 有那种对父母 对一个孩子造成精神 或者心理上的伤害 我能够通过法律 去到 就是说心灸帮助 我肯定不会选在这一方 好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 黄丽玲律师 还有本栏目的科技评论员 宗春山老师 观众朋友可以拿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 进入我们的官方微博 和我们互动 我们说一个研究生 也算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了 他不可能不懂法 也不可能不知道 他这么做 迟到抢劫这个后果是什么 就算你有心里 再大的不痛快 就算你跟父母 有再大的矛盾 你这么做 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我们还是不能理解 他这种做法 宗老师 你怎么看 我们通过小高这个行为 也觉得他有一点非逻辑性 就是他的所作所为 和他的目的 好像并没有必然的 一种关系 为了逃避父母的管教 进监狱三年 他要争取在缓刑 好像这个逻辑是不通的 所以我初步判断 他可能有精神上的问题 很多人会觉得 精神上的问题 怎么会能去读研究生呢 因为精神问题和智障 是不一样的 他可能有很高的这种 智商 我记得二十几年前 南方一个城市 搞了一个诗歌大赛 结果出来以后 一等奖的得主 始终不露面 后来查来查去 发现这个人 在精神病医院 所以我觉得 精神疾病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可能很多人还不是了解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个问题 可能有一定的精神障碍 所以到底是 高智商的知识分子 他在做完案以后 他会上网去咨询律师 说这个会判几年刑 最后觉得 自首可以减轻刑法 于是他就去自首 现在正好 黄律师在这 你可以解答他一下 他会接受什么样的刑法 你看他这个行为 完全符合我们 关于抢劫罪的 犯罪构成 也就是说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然后对财务的所有权人 或者是保管人 进行脅迫 或者暴力 其他的方式 然后把公有财产 公司财产 据为己有 这个行为 是说按照刑法 应当处以三年以上 到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就面临一个 这样的一个刑法 当然了 小高是有 这样的一个自首情节 按照法律的规定 他是可以从刑 或者是减轻处罚的 三年到十年 但是他这个动机 实在是太特殊了 他是为了就位 进监狱才去的 所以他也没想着去伤人 也没想真抢钱 他这个危害性 是不是就会小一点 从他这动机上来说 会不会减轻他的刑法 你看我们说犯罪动机 确实是一般的 普通的抢劫 他应该是奔着 这个钱财去的 但是小高这个动机 他说他是为了逃避父母 其实实践当中 各种各样的 五花半门的犯罪动机都有 我们还听说过 有说有派老婆的 躲进监狱的 还有的人是为了 体验生活的 想丰富人生经历的 还有甚至是为了躲照的 说我到监狱里去了 这样的话 债主就找不着我了 还有为有吃有喝 不用抢班的是吧 还有可能为医疗保险的 但是这样的话 各种样的犯罪动机 并不会影响 他这个行为的定性 只是说这种犯罪动机 可能在量刑的时候 会作为一个 着定的这样的情节来考虑 因为这个 从相对来讲 他的社会危害性 会相对较小一些 你看这个孩子 他这一些症状 我们看起来 因为宗老师 你是专门研究这个心理 分析一下 他比较多疑 他跟父母处不好 他跟同学也处不好 然后搬出去住以后 跟那邻居也处不好 老怀疑别人对他有敌意 这是不是也是精神上 有问题的一种表现 至少从他的介绍情况来 他我们有这样一个怀疑 有这样的倾向 比如说他很冷漠 很多疑 他会把自己想象的东西 当成一个现实 这就和他青少年时期 早期的一些发展 有一定很大关系 我们身上的鸵鸟效应 遇到问题的时候 把脑袋扎到土里面 然后他关注自己内心 把一切想象的东西 就当成现实 其实这就是有点 我们称为那种 或者叫做脱离 其实就是分裂 现实和想象的东西 他不能把它整合在一起 所以这也是精神障碍的 一个很大的特征 小高的情况 我们大概了解了 再来看看他为什么 跟自己的父母过不去 这个父母到底有没有问题 父母又是什么样的父母 我们接着来看 俗话说养不教父之果 作为高母的父亲 高先生每当想起自己的孩子 为了摆脱家庭的束缚 不惜抛下一切 走上犯罪的道路 对于儿子的所作所为 高先生也后悔莫及 这些事情到今天 都是我的责任 养不想父之光 是我很多事情做错了 但是也是望死成龙的心情 高先生说 由于他做生意 常年在外奔波 高某的母亲单位工作特别忙 所以他们跟高某 也是巨少离多 高某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其实跟他们父母之间 以及跟家庭成员之间的问题 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跟高某自身 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叫他姑娘有策划 但他自己也应该反思一下 如果心态正常 如果他现在能够调整好心态了 下一步在大家的努力和帮助下 把心理的问题解决 高先生说起儿子高某 也是无可奈何 他说在这之前 其实家里人就怀疑 高某心里有问题 在考研期间 还去医院看过医生 没想到那次高某的表现 着实给他们吓了一跳 我们三口一块区子军 结果这一咨询 他出来问人一句话 说你哪大学毕业呢 心理学生 心理学生老师说 我没上大学 你没上大学 你一小时收八个眼 他就出去了 这一路有工厂 有cd一路 他拿起来问了 拿去帮给人帅了 高先生说 自从去看过医生后 高某就对他们表现得很排斥 加上去成都上的研究生之后 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更少了 平时他们给高某打电话 发转信 高某也爱打不理 有时候干脆一口回绝 远隔千里之外 儿子的情况 让他们很是担心 这时学校打来的电话 让他们的担心变成现实 大同学拿着刀 把楼子转 你知道 结果我们就 三天晚上就赶过去 赶过去以后 头天没找到他 学校就保育出国 还有老师说 他每天晚上两点回去 他去哪 叫我妈妈 儿子在学校一系列的状况 让高先生夫妇更加坐立不安 他们开始轮流来成都照看儿子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高某对父母的行为 非但没有半点感激之情 反而更加排斥他们 高某的这一举动 让高先生夫妇彻底失望了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孩子能变成这样 为了怕儿子情绪激动 再出现什么意外 他们只好又回到了北京 此后 高先生夫妇每天都过着 提心吊胆的日子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儿子是因为抢劫被抓 至今他们也不相信 儿子因为钱去抢劫 这个没带 这个还五千多 这是一万二 这一万多万 我这眼睛 这五千多 它不缺钱 我刚才你看看 它那个 我让你看看那个 这个臭里的 压水钱 连动都没动 让你们看上 行吧 你看看这个 高先生告诉记者 每年高某回家 家里的老人 都会给高某很多的压水钱 他们夫妇平时对孩子 也是有求必应 高某不会因为钱去抢劫 高先生夫妇思前想后 突然发现 这件事一定和另外一个人有关系 他那会儿跟我通电话 就是他认一个女的 比他大八岁 说是公司搞公关的 后来两个人认识一个月 就你说 我还外在一男朋友 完了通电话 气他 他很气愤 以后这种情况 还逼我他 你不容易死了 高先生说 儿子高某最后一次 跟他们通话 就说跟那女的分手 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整天寻死迷惑的 万般无奈之下 高先生只好委托 他在成都的朋友 帮忙照顾一下儿子 没成想 这样的照顾 却成了儿子口中说的监视 我作为父亲 我绝对没有 我说背着 找张老师了解他的情况 找老师问他 我没有过 没有过这种情况 所以我也很痛苦 你们看过他的聊天记录吗 翻过他手机吗 我小学文化 没有那么大的水平 我从来没查到他电话 也不会 说起儿子的精神问题 高先生也是心有余悸 高先生告诉记者 自从那次他们带着高某 看完心理医生后 高某在家时不时的 就用雅铃砸墙 用打火机烧东西 现在家里的墙上 还有几年前被砸的痕迹 我就说 我就说这孩子有精神问题 我当时我就 我这孩子肯定有问题 那为躲避网吗 就想进去 我这个就肯定是精神问题 谁又院上那里待着去 是不是 我说这肯定有问题 好了最后 要求的是司法鉴定 在高先生夫妇的要求下 2013年7月12日 犯罪嫌疑人高某 在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 进行了精神病的鉴定 鉴定结果为 被鉴定人高某 患有带分类的精神障碍 但对其2013年6月23日的 违法行为 评定为 有刑事责任能力 一个来就是说 这个孩子现在出犯刑法了 以后对他的处罚 作为家长我们接受 国有国法接受家规 这个我们绝对接受 对于儿子高某的 法医精神病鉴定 高先生表示接受 但对于儿子 患有带分类的精神障碍 高先生和家人 也有着自己的担忧 我现在唯一就是 想这个 请求你们帮助我们 把孩子的心理问题 先解决心理问题 给他解决了 就是判刑将来出来了 走向社会 也是健康的人 也能够面对现实 高先生说 事到如今 他们最牵挂的 还是儿子高某的心理问题 他希望 儿子能够从中走出来 他相信儿子 终究有一天 会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 他有想到吗 他想到吗 想到 本孩子不想看什么这样的 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说我这 为他这一哭 他就说了 不是他就这样的 一夜之间 他从一个前途无量的研究生 变成了阶下球 以不可思议的方式 逆转了他的人生 等待他的 不再是鲜花和掌声 而可能是 学业的终止 和法律的审判 看来 刚才孙老师这个判断 还是有道理的 现在经过鉴定 确认他患的是 带分类的精神障碍 孙老师 这带分类的精神障碍 是什么病 是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就属于精神病 应该说 他一方面可能 他有这样精神病的倾向 或者是症状 但因为他可能 不属于八类里面的 还有来进一步的确定 或确诊 再有很多人 不大配合这种检查 可能只做了一半 就不做了 或者没有办法 坚持做完 所以没有办法 给他定性 只能是带分类 还进一步需要 他对他允许的 他是那非典型性的 但是肯定是属于精神病 对 那现在就是确认 他患有这个 带分类的精神障碍 但是呢 这个司法鉴定 又确认 他有刑事责任能力 那这种认定 会影响他的量刑吗 其实为什么 要去做这样的认定呢 也是归根结底 也是想去看看 他的精神状况 由此来判断 他到底是一个 完全行事责任能力人呢 还是限制行事责任能力人 或者还是一个 无行事责任能力人 那我们做的这个 精神状况的东西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 无形的东西 必须通过这样的 专门的司法鉴定 来给予一个 这样的鉴定结论 那么这样的司法鉴定呢 和我们医学上的 这种诊断呢 其实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因为我们的核心呢 是说想确定 这个行为人的 行为能力 行事责任能力 那么医学上呢 可能说我们要看看 这个人到底是 有没有疾病 他有何种疾病 他是为他的治疗 进行这样的一个 指导的意义的 那么现在这个结论出来了 说小高呢 他是处在一个 他有这样的精神障碍 只是带分类 那么但是呢 在他案发的时候 他是有行事责任能力的 那所以呢 他这样的话 他要为自己的行为 承担这样的一个 法律责任 只是说他这个精神状况 只能会成为 他一个着定的 量心情结了 就虽然他有病 但是在案发的时候 他是能控制自己的 对 他还要承担行事责任 要承担行事责任 但他的病情会影响 会着心考虑 对一个着心考虑 而不是一个法定的情节了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父亲了 非常的痛苦 也真是挺让人同情的 那他呢就很后悔 他说当初啊 因为夫妻俩都很忙 那对这个孩子的关注 就比较少 那宗老师您觉得 这孩子走到今天 跟他这个家庭环境啊 家庭教育啊 有关系吗 有一定的关系 但不是全部啊 因为精神疾病 他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方面呢 跟遗传有关 再有呢 就是跟他的青春期的 早期的一些发育 和一些事件有关 比如说 这个时候呢 内分泌分泌比较旺盛 我们称为风道期嘛 所以在这个时候 孩子很容易出现一些 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另外一个呢 我们说青春期是发现自我 就是他内在的那个 我会出现 所以他把现实和那个虚拟的东西 有的时候很容易去 不难 难以区分开 另外就一些重大的生活 和创伤事件 他不能够去处理好 他不能够去面对的话 可能就会加重 他的精神疾病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 高先生也不用太多的自责 因为这个青春期的精神疾病 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 是可以 如果早就医 系统的治疗 是可以得到恢复的 但是这个父母 发现这个高某 他最初表现了一些异常 也是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 但是显然这个父母 他可能对这个不太了解 他显然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我想问问宋老师 就比如说 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 在青春期的时候 最初有一些 觉得他有问题 这样的苗头 应该怎么带他去治疗呢 比如带他到精神病院去 孩子可能又比较抗拒 可能又给他很大的打击 你看这个父母 带高某去看病的时候 他不是反抗性 他反抗的很强烈 这应该怎么处理 首先这一点 我觉得家长要区分开 就是青春期的一些逆反 和精神疾病的一个关系 这需要他的有这种知识 他也需要迅速的去进行就诊 另外有很多家长 很容易给孩子贴标签 你就是精神病 他自己很恐惧 会导致孩子对这个病的 更加的害怕 所以害怕就医 另外一点 如果真的属于精神疾病 现在一般的社会的 心理咨询机构 是不能够接诊的 因为按我们今年5月1号 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以后 必须到我们的精神病医院 接受临床的心理治疗 所以在这点 如果父母能够给孩子 充分的这种信心 告诉他爸爸妈妈 一定会爱你的 你这个病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感冒是一样的 所以只要我们就诊 一定会好的 一般的孩子 还是能够去 比较顺利的接受 这种治疗的 当然很严重的时候 可能就需要采取 一些必要的手段 和措施 详制 对 现在高先生 还是担忧这个儿子的今后 就是他将来服完行 出来以后 他希望他是一个健康的人 那将来他该怎么做 二位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如果从人性的角度 在监狱里来 进行这种系统治疗 是比较有困难的 其实我们现在 在监狱里面 在探索所和监狱里面 对于在压人员的 这种精神状况 还是非常关注的 本身也是有 这样的心理辅导站的 当然说如果是达到了 这种疾病的程度的话 他还是要接受 专门的医疗 那么监狱里面有这个 他配套应该是有公安医院 当然如果是他这种疾病 需要有社会医院的 这样的会诊的话 也会有这样的联系 所以第一 不要放弃治疗 其次家长不要放弃 对这个孩子的期望 好 这个话题 暂告一段落 咱们接着来关注慈善 今天关注的主人公 他是一个大盲人 是一个杂志社的社长 但是在王石的影响下 开始攀登爬山 但是现在他坚定地 走在公益之路上 我们来看看短片 每个人都有一段自己的故事 把这些故事连接起来 就成为人类的一段历史 2011年年底 媒体人孙勉发起了 关爱抗战老兵活动 他构想五年内保证 每个老兵每年能够有 六千元的生活费 让老兵有钱看病 有人照顾 老兵已经经不惜等待 孙勉在和时间赛讨 这是一场 从新到新的一场 一对一 关爱老兵 使他们免除平常 疾病 和孤独的困扰 从新周刊创始人 到攀登 中午狼马峰的 集前运动家 再到为抗战老兵奔走的 公益人士 行者孙勉 仍然在路上 孙勉关注的是抗战老兵 我们先来看看 抗战老兵的生活状态 来看一张照片 这个老兵叫刘当正 87岁了 他因为担心 没有人给他养老送终 所以就倾注全部的积蓄 购置了一口棺材 放在家里 静静的等待着那一天 这真是让人心酸 再来看一个 这是今年夏天 媒体上报出来的 说有一位上年纪的 也是抗战老兵 在公厕旁边窝居了30年 后来大家就引起了热议 现在在志愿者的帮助下 已经顺利的入住了养老院 所以我们看抗战 结束已经那么多年了 现在抗战老兵 大部分都是90多岁 还有一些是80多岁 所以他们的生活状态 真的是值得关注 我不知道二位 怎么样看待这个公益项目 我觉得我上周 刚从魏京回来 这个红色孤独 在这个纪念碑前面 真的是有一种感恩的心 那么我们现在说 能够寻访到的 由民间力量来关注的老兵 有2000多人 但是其实真正的 这才不到他数字的10% 所以如果像这些老兵 在孤独当中 六旬老人遇上重病少年 旧还是不旧 我也想到我就退了 捐身旧子确定家人反目 捐还是不捐 如果同意他了 反正我们就不认你了 旧命恩人为何遭到冷遇 母子重聚又怎会形同陌路 他不认我你 也不像他 艰难的救助 热线12明日播出